2022年6月14日,自然杂志旗下的细胞研究发表了一篇在线论文,是中国参与研发的mRNA类型的新冠疫苗作为加强针的研究。 结论是,它可以诱导针对Delta跟Omicron的新冠病毒的免疫反应,而且安全性良好。 有人觉得,既然现在灭活疫苗已经有好多款了,而且接种的次数都已经几十亿次了,为什么还要研发mRNA疫苗呢? 这期科技参考,我就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必要性。 简单的说,mRNA疫苗的作用原理就保证了高质量的mRNA疫苗一定比灭活疫苗的效果好很多。 而高质量的疫苗是应对疫情的最重要方法,所以中国也要研发自己的mRNA疫苗。 具体来说,新冠病毒入侵人体之后,人体免疫能不能应付得好,让人不感染,或者即便细胞感染了也是无症状。 或者是症状轻微,那主要就要看两个阶段的免疫,一个是体液免疫,一个是细胞免疫,它们是分别起作用的。 体液免疫生效了之后,可以让病毒连进入细胞的机会都没有。 而细胞免疫是后一个阶段,也就是病毒仍然感染了细胞之后,免疫系统能不能识别出那些被感染的细胞,然后把这些细胞及时的杀死。 接下来,我就用灭活疫苗和mRNA疫苗的对比方式挨个说说这两个过程。 首先是体液免疫,我们注射灭活疫苗就相当于把绞碎的病毒碎片注射到体内,碎片里有新冠病毒的全部29种蛋白质,任何一种都会引起免疫系统的警觉,从而产生与那种蛋白质对应的抗体。 有的时候抗体是一种,有的时候抗体是好几种,所以当灭活疫苗注射到体内之后,人体会产生上百种抗体。 但并不是所有的抗体都对杀灭病毒有效果,事实上只有少数几种抗体对抵抗病毒有特别好的效果,在一次成功的防御战中,这几种抗体的贡献度就超过90%了。 科学家们把这类防御效果特别好的,贡献最多的,为数不多的抗体,叫做中和抗体。 为什么只有这几款抗体效果特别好呢? 因为免疫系统制造的这几种抗体的结构特别特殊,它们能包裹出病毒的S蛋白。 S蛋白就像飞船和空间站对接的时候伸出的那个对接舱一样。 在这个比喻里,病毒就是飞船,人体细胞就是空间站。 病毒通过S蛋白和人体细胞上的S蛋白受体抓握在一起。 而中和抗体漂浮在体液中,遇到了病毒会首先包裹在病毒的S蛋白上, 于是S蛋白的形状就改变了,这一改变之后就无法再抓握住细胞上S蛋白的受体了。 于是体液免疫就把病毒挡在了细胞外面, 由于长期钻不进细胞,之后就会被免疫系统识别为一体物质。 这些病毒不久之后就会被免疫细胞吞下去消化掉,病毒就这样被消灭了。 灭活疫苗一针的剂量比如说是5乘以10的十四方个病毒碎片, 其中只有几十分之一是可以产生中和抗体的。 另外90%多的病毒碎片并不能诱导人体产生中和抗体。 这几十分之一的病毒碎片对应的就是病毒的S蛋白。 而我们再来看看mRNA疫苗。 mRNA疫苗里没有蛋白质, 而是由纸质颗粒包裹的mRNA遗传物质。 这些遗传物质会进入人体细胞, 然后细胞内的工人就会稀了糊涂的按照这段mRNA的内容加工出一大堆的蛋白质。 那加工出来的具体是什么蛋白质呢? 比如说BioNTech最终用的版本, 它产生的蛋白质就是对应全肠的病毒的S蛋白。 也就是说mRNA疫苗会吩咐人体细胞只生产病毒的S蛋白, 然后这些S蛋白会运送到细胞外面, 诱发人体免疫系统产生对S蛋白的抗体。 而这个时候的抗体就只有中和抗体了, 而没有其他杂七杂八的抗体。 于是mRNA疫苗产生的中和抗体的效率会高很多很多。 而且mRNA疫苗的优势还不止如此, 因为灭活疫苗使用了特定浓度的β饼内酯来杀灭病毒。 在杀灭的过程中, S蛋白也多少会在灭活剂的作用下改变三维结构。 尽管这个改变的幅度不是很大, 但只要是改变了, 人体免疫系统产生的抗体就是针对这种三维结构已经做过微调之后的S蛋白了, 而不再是原始活病毒身上的S蛋白了。 于是今后, 当真的活病毒到来, 你被感染的时候, 那个抗体就并不能完美的产生中和作用。 而mRNA疫苗产生的S蛋白抗体, 那可就是针对原分不动的活病毒产生的那个S蛋白的抗体, 效果当然更好了。 以上就是体验免疫部分, 两种疫苗的差异, 接下来咱们说细胞免疫。 细胞免疫指的是, 一旦体验免疫没有能完全防住, 还是有个别病毒入侵了细胞, 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病毒会把自己的遗传物质释放到细胞内部, 然后细胞内的蛋白质工人又会稀了糊涂的, 按照病毒给的图纸, 加工起病毒的零件了。 这些零件指的就是病毒需要的那几十种蛋白质。 等都制造出来之后, 这些零件会自动的组合在一起, 然后从细胞内部钻出来。 一个病毒成功入侵之后, 会充分利用那个倒霉的细胞内的所有的营养物质, 尽量多的制造出几千上万个病毒副本出来, 直到那个被入侵的健康细胞因为制造了太多不是自己自身的零件, 自己也不能维持正常的生命状态, 死亡为止。 但我们的免疫系统也不是吃素的。 那些病入膏肓然后死亡的细胞也在向外释放我被入侵致死的信号。 当免疫系统接到这个信号之后, 就会记住这类被入侵到将死的细胞的特征。 随后也会派出免疫细胞提前杀死这些被入侵的将死的细胞, 免得他们在死之前制造出大量的病毒出来。 由于杀死他的过程用的是一些蛋白酶, 所以杀死那个被入侵的细胞同时也把里面的病毒一并分解掉了。 在新冠病毒真实感染过程中, 杀死病态细胞的是免疫T细胞中的一种, 具体叫做CD8。 所以如果一种新冠疫苗可以诱导人体产生CD8的话, 就可以实现细胞免疫。 灭活疫苗的成分由于根本不会进入细胞内部, 所以几乎没有能力诱导身体产生CD8。 而mRNA疫苗是进入细胞之后才发挥作用的, 它是可以诱导出CD8的。 也就是说, 当带着S蛋白的物质下一次出现的时候, 免疫系统就会毫不犹豫地加足马力生产出数量足够多的CD8细胞, 把那个被入侵的细胞识别出来并吃掉。 而我们知道, 一旦人体被病毒感染, 如果能减少病毒进入细胞的机会, 这当然是可以降低感染程度的。 但与此同时呢, 万一有漏网之余, 它们还是成功入侵的细胞的话, 能把这些不正常的细胞提前发现并且消灭, 也一样可以有效地降低感染程度。 那mRNA类型的疫苗就可以做到以上两点, 而灭活疫苗只能做到第一点。 所以灭活疫苗从原理上讲, 效果就会大幅弱于mRNA类型的疫苗。 其实明白了这一点, 我们也能理解另外一件事, 就是当病毒变异之后, mRNA疫苗和灭活疫苗的疗效都会下降, 但它们下降的剧烈程度是不一样的。 今天已经临床应用的mRNA疫苗, 都是针对新冠病毒原始毒株开发的。 我们知道, 后来还产生了Alpha、Delta、Omicron这等等著名的突变型号, 这些突变都导致了程度不一的免疫逃逸, 而mRNA疫苗疗效下降的主要表现是预防感染的能力不如从前了, 但是预防重症跟死亡的效果在经历了这么多代突变之后, 依然维持得不错。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著名型号的突变发生的区域, 尽管都处在S蛋白这个区域, 但主要是集中在其中一小段叫做RBD的小片段上。 S蛋白是由好多个小片段组成的, 比如说NTD、RBD、SD1、SD2、FP、HR1、HR2、TM、CT等等。 其中,RBD区域对应的是一个花瓣状的三具体, 这个三具体是病毒抓握细胞膜关键的部位, 这里的变异就导致了病毒入侵细胞能力高低的变化。 当体液里包裹结合区域, 也就是那个RBD的区域的抗体, 和病毒变异之后结合区域的蛋白质不再那么匹配的时候, 就直接导致了体液免疫的削弱, 于是病毒就能更轻松的钻入细胞, 在宏观上这就对应了mRNA疫苗预防感染能力的下降。 但我们刚才说了, 结合区域的片段只占整段S蛋白的一小部分, 那些变异之后的病毒依然可以诱导出足够多的CD8细胞, 于是凡是被病毒入侵的细胞, 都会在细胞免疫过程中被杀死, 这些病态的细胞还没有来得及制造大量的病毒就会被杀死。 宏观上就是即便感染了, 他们也大都无症状或者是轻症, 疫苗对重症跟死亡的预防率依然维持得住, 而灭活疫苗由于几乎没有诱导CD8的免疫能力, 于是从科学角度上来说, 在病毒变异之后, 预防感染的能力和预防重症的能力是会同时下降的。 而由沃森生物, 埃博生物跟中国军事科学院共同研制的国产mRNA疫苗, 在这期科技参考结稿的时候, 已经完成了临床二期实验, 三期实验将在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进行, 也已经获得了这两个国家药监局的批准, 一旦研发成功, 上市之后将是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摆脱疫情的最高水平的疫苗。